字幕志愿者 杨树梢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梢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梢 大家好 我是道热市楊树梢 我是布上 你们看一下 现在的我 和两年前的我有什么区别 只是在喀什这个阶段 21年的时候 我们来过一趟喀什 现在我们又来了 然后呢 那这次来喀什我们就在想 看能不能去我们21年的时候 去吃过的店再去看一看 再去尝一尝 我记得我们是之前吃的烤包子 对啊 那烤包子是新鲜现烤出来的 它吃了两个味儿 外壳酥脆 里边那肉都爆汁 我现在就对那个有印象 不知道烤包子记不记得我 我们现在就要去一下那个烤包子店 然后看一下还认不认识我们 那你准备进去怎么说呀 还记得我吗 不得 不得这样 我觉得史上最尴尬的应该就是 来一句那个老样子 来一份老样子 其实就是简单 就是上去就是 姐姐还记得我吗 哎呀 我忘了 我忘了 忘了就来一份烤包子吧 她说啊 我记得 记得来一份狼坑肉 哦 有区别 对对对 走了 好吃吧 所以家老 现在在紧急联系 好大呀 之前就两三个坑 哦 就这家了 还扩张了 不错 走吧 进店 还记得我吗 去年来的吗 二十一年 那个姐姐呢 不是 我还记得我了 看到他吧 看到我了 两年了 你还记得我们吗 记得了 记得了 哈哈哈哈 我还说 来一份儿囊坑肉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不是 你还记得 哎 我记得 记得 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这两天 前年来的吗 前年 前年了 二十一年 我还记得了 那怎么吃囊坑肉 没事 先吃 还是吃烤包子 哈哈哈哈 跟当年流程一样 那跟我们来六个牛肉的吧 先来六个牛肉烤包子 你再加烤包子 好 看看这俩人这脑子 现在俩人正在疯狂地看之前的那几天子 因为感觉现在可能两年过去了 我们也有点对不上号 当时还玩我一特尬的 我刚看见了 特别 臭个苍蝇 我真的有 我N住了一个 真的有一个 七星飘虫 现在这个桌子 才实现不了这个尬的东西 这个都是现烤的 就是外面那些囊坑烤出来的 你听 那年来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动作 就是外皮非常的酥脆 非常的酥 这个烤包子是要贴在囊坑的坑壁上 然后这个坑壁上 会时不时的要撒盐水上去 然后这个盐水在经过高温烘烤之后 在这个盐壁上就会形成这种 像盐粒这种大盐巴 这是咸的吗 这必须是咸的 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你准备干嘛呀 咬啊 咬是不对的 那请您说要干什么呢 您是不记得了吧 当年咱看的爷爷们吃饭 先要先掰一下 先掰开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很烫 这里面就像是一个小高压炉一样 它很密封 如果你再咬一口 很容易里面那个热气会虚到你 会烫到你 它是很容易 但不一定会烫到你 所以要先掰开给它卸一下气 你就可以看到 亏探到里面 真的好多好多的肉馅 你看到吗 我看你看我这些还冒热气 所以你就是一样掰开 它卸一些热气 这个时候可以咬了 里面全是肉 大块是肉粒 它能保证你每一嘴都有一大肚脏 它这个烤包子 你人在哪 它就是皮薄 皮薄 皮薄要脆 脆脆 脆脆 然后里面的肉呢 肉丁 肉丁 又跟皮结合 嗯 不过 它应该是四四三方的 它这个肉分布的 可别均律 你看 你看 不咋吗 我就是卷在牛肉了 嗯 因为它那个大块大块的肉 一般都是就摆在门口 很快它就全都给你多上肉馅 也就算好馅就卖出去了 这么一个好包子 一个 两块五 上链链 上链链 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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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个 还是有点不太熟练 它咋的时候 人家来养出去 人家不都这样吗 人家的9块9不要 5块钱不要 2块5 人家这样 9块9不要 5块钱不要 2块5 不都是这样的吗 没什么区别啊 下话还不要 秀发 你好 你好 哎 还记得我吗 啊 记得 吃饭吗 开饭店了 哦 叫饭店忙 姐姐 哎 姐姐来了 嗨 姐姐 你好 嗨 嗨 还记得我吗 记得吗 哎 你也来了 都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俩还是那么漂亮啊 我记得我也是 我看你们长得都很像 宝宝子的是我爸爸 他是我弟 这也是我弟弟 你旁边的是我妈妈 然后这是你们一家人在这边 对对对 那位是 祝我老公 他是书县老师 我也是幼儿爷老师 他不变猛嘛 所以就我们就 对 过来帮忙他 你好 旁边一家人 哎 酒没有 哈哈哈哈 这是姐姐 最大的 你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吧 我叫 祖丽牌子丽 我是阿卜杜华帕尔 我是奶菲赛 我是阿卜杜华老师 还有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像他 哈哈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阿卜杜乃逼 阿卜杜乃逼 阿卜杜乃逼 你们来的时候还在想说 能不能见到你们几个呢 他说 他说你们都该不记得他了 嗯 应该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吃饭了吗 来吧 我请你们吃囊坑肉 哈哈哈哈 走 去烤包呢 求你们吃你们家的烤包 哈哈 陪我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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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口吧 来一口 来一口 来一口吧 哇 给大家介绍介绍 是咸的还是甜的呀 甜甜的 甜甜的 你这会儿怎么是甜甜的 该我了 怎么是甜的呢 嗯 甜甜的 真的吗 不是 我的是咸咸的 好香好香啊 这会儿我挨去之后 那个肉是里边是有汁水的 这面接着那个南坑是有点焦 然后这面是很嫩的 一面焦一面嫩 焦的这面锁住里面的水分 特别好吃 然后一定要配上一颗皮埃子 新疆的这个皮埃子就是洋葱的意思 这个洋葱特别的甜 它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 它是甜滋滋的 然后要用这个南坑肉配着这个洋葱吃 因为这个南坑肉是热性的 洋葱是凉性的 一结合就会消解很多你这个燥肉 是一个当时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爷爷 那个爷爷给我们讲的 嗯 好吃吧 好 来 加我们女生骨 好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它有一股肉香 而且里面的肉非常饱满 它味道是咸咸的 里面的肉特别饱满 好 该我了 好棒 它里面的肉是咸咸的 里面的肉特别饱满 哇 你们傻了 怎么样 你们傻子怎么做到这么有默契的 因为这个肉就是这个味道 诶 你们都没吃过肉吗 客人一起吃肉 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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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感受 我们是朋友 我们让他们吃饭之后 每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肉的味道 介绍的味道 挺好的 是吗 都一模一样的好 一模一样的好 早上给大家打电话 起床了 起床了 姐姐来看你们了 我还想了怎么孩子们这么巧 都过来 咱们这里可以写吧 现在小朋友都喜欢玩蛋仔排队 又来了一个蛋仔好友 我准备把他们的名字里面 一人取一个字当我的名字 哈哈哈 你叫什么名字 祖 阿波多哈 哈怕怕 它是奶飞赛 你就用赛 可以 阿波多网要熟 热怎么样 热 可以 你叫什么 怕提麦 怕提麦 那就麦麦 所以我的名字叫 祖怕赛热麦 不错不错 怎么样 可以 加个好友 现在店里人越来越多了 书商也在带着孩子们在这拼命的玩 我呢 这个时候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当地的一个烤包子的新吃法 这个是当地新疆的一个特色凉菜 这个是萝卜丝 然后是用这种醋来浸泡的 酸爽冰凉 很酸 特别酸 烤包子 是刚出锅的真烫 这个时候用烤包子 说是可以蘸一下里面的醋 这样 酸爽多汁 爽口 它里边因为是用醋浸泡之后 混合着那个牛肉肉汁的那个醋 就会感觉醋也没那么酸了 然后里面的肉汁更多了 会变成这样 可以西路着吃 新吃法 姐姐告诉我的 你还记得两年前 你说你想干什么 要当医生 现在呢 现在 也想做医生 还想做医生 为什么过了两年了还要当医生啊 等等你六年级的时候再问你好不好 这个菜叫凉菜 其实也叫凉粉 下边会有这种凉粉 看见没 一定是醋汁泡软的这个外皮 然后浸润到那个牛肉汁里面 一口眼去 那个汁水很丰富 醋没那么酸了 肉汁更多了 好吃 你好啊 你好啊 你会这么吃吗 也会这么吃 这次踏实没白来 解锁了新吃法 没想到 你们还记得我吗 因为两年前 怎么可能忘掉呀 对吧 怎么说呢 就像 哎呀怎么感觉 就像那种亲人一样 那个视频 我一直在那个电脑桌面上 有时间就看 点击看一下 三二一烤包子 哥哥姐姐们 你没吃饭了吗 如果没吃的话 可以来我们喀什吃烤包子哟 对对对 欢迎大家来喀什 你那次在你们店里吃饭 认识了一个新疆的阿姨 然后她也是这两年一直给我发消息 就是隔个时间给我发一些祝福的话 然后这次来 我也跟那个新疆阿姨也说了一声 特别感谢你能想到我 特别开心 然后你欢迎我们去她家里做客 然后就特别热情 我觉得这个新疆人的那种 就是淳朴热情的这个本色吧 就特别好 新疆村头饿吧 走不出去这个村 这个羊30万 30万 不让我们走 因为他们输了算 让他随便吃啊 他吃了 你吃了吗 我不喝啊 他吃了 什么吃 吃了也吃不动了 吃不下了 我吃不下了 吃了 吃不下了 我吃了 好吃 好吃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影片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和 鼻哩鼻哩鼻哩投名账号 祝大家天天开心呀 祝大家天天开心呀